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7号 星期四 突发北京正在开两会 两会期间 结果张家岗市市政府被人给炸了 叫袁建宏炸了张家岗市市政府 海外的恨合党基本上都高潮了 简直 就快过年了感觉 中共两会正在北京召开 江苏省张家岗政府大楼发生爆炸 是3月7号 今天的上午 一名自称叫袁建宏的人表示 说政府大楼是他炸的 他发了一个网络的传单 我给你看看 我这应该有传单 看一下传单的照片在这 这是他的 下面给你盖一下 因为他的身份证号 我们不给人家拨 因为有可能是他自己拨 有可能不是 所以我这要盖一下 张家岗市政府 是我炸的 我要求逞贪官 还我工厂私宅等不平等待遇 所以我现在正在等待自首 下面写的叫袁建宏 然后有他的身份证号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我还给盖一下 反正现在说是 说是他炸的 自己这么说 然后张家岗市政府大楼 的确冒白烟了 然后大楼入口的门窗 玻璃全部都碎了 炸掉了半扇门 然后海外的恨我党 简直就高潮了 说简直两会期间搞这么大 说这比那些 只敢拿弱者谢费的人 牛逼多了 够胆识 说下个目标的中南海 简直海外就高兴坏了 唯恐天下不乱 然后后来查了一下 袁建宏是张家岗和声 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的 法人代表 但有可能是他 也有可能人家是被陷害了 有可能 这不好说 这不好说 不管怎么知道 反正江头上公安厅 三月七号下午 也发生了火灾 刚刚是张家岗市政府 就公安厅也发生火灾 公安厅大楼冒出了浓烟 所以现在不知道 这个是一次事件 也许就巧合 也许是两个是有联系的 现在不知道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网上有照片 有视频都有 你们想看上去搜索去看看 也可以 但是反正也就那么个意思 好吧 现在海外 反正正好中共开两会了 我估计他也是 刻意要等到了 开两会 到这事 然后看你们怎么办 他其实现在就等着政府 来给你提的问题来了 懂吧 他是这么个意思 他说要引起重视 还好 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人员受伤 据说是用了一个 液化天然气罐 搁在门口之后 给引燃了 炸了一下 然后并没有什么人受伤 就把玻璃都炸碎了 门也给炸歪了 就这么个意思 当然后边的公安厅大火 咱不知道 也许就是不小心失火了 具体情况 不了解 反正我了解 都跟你们说了 那就这样 好吧 这一线到这里 谢谢大家